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小又体弱多病 所以最受父母情关爱 因为健康原因 他无法像其他正常孩子们那样在室外玩耍 而是大多数时间安静地待在父亲的书房里 与父亲一起研读书籍 因此他和父亲的感情非常深厚 然而 在他26岁的时候 因为一次航行意外 父亲不慎落海溺水 父亲离去后 在立那生命的至暗时刻 他把对父亲的爱和伤痛融入到歌曲当中 创作了这首诗歌 同时也得到了上帝的安慰 歌中这样唱道 咒然失去父亲 丽纳桑德尔在伤痛之时 也经历到天父在他的每一天 每一刻都没有缺席 他体会到 仁慈的天父对自己 对爸爸都有最好的安排 因此 从骤然丧腹的恐慌中平静下来 内心重获安泰 在痛失至亲的悲伤时刻 丽纳桑德尔奇妙地经历了主亲自的同在和安慰 他更清清楚楚地看到 不论是自己的还是父亲的生命 都是天父眼中的中宝 受到十分稳妥的保护 并不会因为死亡的降临而受损 是的 亲爱的朋友 无论寿命长短 我们这一生都会如飞而去 对丽纳桑德尔来说 父亲的离世迫使他深入思考生与死的意义 让他真切看到 肉体生命极其短暂 人生真正值得期待的 不是长命百岁 而是进入永恒的应许美地 想到亲爱的爸爸已经到达那美地 而自己在完成这一生的工作后 也将去往同样的地方 丽纳桑德尔内心就不再慌张 靠着天父的爱 她走出了生命的至暗时刻 她心怀对父亲的思念 继续积极地投入生活和工作 而这首用生命写成的诗歌 也很快传遍欧洲 传遍世界 给患难和苦难中的人带来很多安慰 亲爱的朋友 你遭遇过至暗时刻吗 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或者说 你走过来了吗 曾经的黑暗 是否直到今天还跟在你身后 诗篇46一节这样写道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你我都无法预测未来 甚至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而在这变化莫测的世界中 唯一不变的就是来自天父的爱和帮助 这是我们在风浪中坚固的堡垒 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祝福你 亲爱的朋友 愿你认识这位深爱着你的天父 愿他成为你每一天的帮助 成为你黑暗时刻的亮光 每一天所读过的每一刻 我的潮能力胜过失恋 每一天所读过的每一刻 我的潮能力胜过失恋 心情愿意挂念 他的心情愿仁慈不可测度 他的心愿仁慈不可测度 他每天都有最好安排 他每天都有最好安排 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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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 你的耳末如鎮膀 他热心里成全这件事 你也认识如何力量也如何 这是他向我赢去 帮助我 让我在困难危机 让我全心靠你隐去 让我享受你安慰的甜蜜 教导我你深深的眼睛 帮助我 当温暴苦难来临 牵着我 就像赐福一生 每一天 每一刻 开始无意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 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